大家好,欢迎来到艾特精英的语文课堂 我是樱桃老师 今天我将带大家去一个王国旅行 什么王国呢? 请看,是拼音王国 我们一起去拼音王国旅行 拼音王国有三大家族 哪三大家族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拼音王国第一个家族是玉母家族 玉母家族,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家族是圣母家族 这是第二个家族 第三个家族呢,是整体认读天洁家族 这三个家族啊,非常的厉害 各有各的力量和功能 首先说它厉害在哪呢? 它可以啊,帮助我们认识好多好多我们不认识的汉字 通过圣母还有玉母的强强联合呢 可以给我们数量庞大的汉字注音 什么是注音呢? 比如说这个字啊,念拼 我在它上面写上拼的拼音 这个字的拼音就是给这个字注音 那同样呢,通过这个拼音 我们就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念什么了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首先呀,我们要去玉母家族去看一看啊 我们今天每个家族都要去看一看 但是呢,时间有限 我们每个家族的成员呢,只认识一小部分 首先我们去到玉母家族啊 玉母家族的小朋友们已经在等着我们了啊 你看,他们已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了 那玉母家族呢,又分为几个小家族 分为单玉母,副玉母,特殊玉母,还有鼻玉母 那今天呀,我们去认识单玉母家族的六个小朋友 记住哦,单玉母只有六个哦 只有六个单玉母啊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那六个单玉母呢,我们先看一幅图片 这幅图片呀,就藏有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六个 这幅图片,藏有我们要学习的前三个啊 我们先看前三个 我们一起看这个图片都有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描述一下好不好 我们描述的时候啊 最好是要有顺序 这样子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就不会很混乱 我们一起来描述一下啊 听老师是怎样描述的 首先呀,这是一个早上 哎呦,我们看到了有小女孩 有大公鸡,还有白鹅,对不对 老师是这样描述这个画面的 有一天呀,这个小女孩啊 站在这个小河边放声歌唱啊 看她这个动作 哎,这样子唱 哎,那样的大公鸡听了呀 也跟着唱了起来 也跟着小女孩唱 哦哦哦哦,这样子 这个时候啊,他们的歌声呢 就吸引来了一只大白鹅 哎,大白鹅啊,听到他们的歌声就游了过来 就跳起舞,跳起舞来了 跳起舞之后啊,也开始哼哼的跟他们唱着歌 哎,跳着跳着呀 发现自己在河中啊,自己美丽的倒影 哎,你看她低着头,歪着头 在看着自己在水中美丽的倒影啊 那这样,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那这幅图里呢,藏有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前三个丹玉母 哪三个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啊 到底是谁呢,到底是哪三个 哎,刚才在图片中出现的小女孩啊 哎呀,就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丹玉母有关啊 第一个丹玉母有关啊 我们首先来看她的长相啊,看她的模样外表 是不是很像这个小女孩圆圆的一个脑袋 哎,后面扎着一个小辫子啊 你看这个啊,是不是很像小女孩圆圆的脑袋扎着一个小辫子呀 哎,对了,她的外形呀 就像这个,她的读音呢,就像小女孩唱的这个歌 啊 你们也跟着老师一起读啊,读 啊 啊 哎,她在张大嘴巴唱歌呢 啊,读的时候呢 要读得又重又长又响亮啊 这是丹玉母的特点 要读得又重又长又响亮 而且呢,口型要保持不变 你听老师说啊 啊 哎,老师的嘴巴是不是没有变呀 没有变啊,对不对 啊 哎,这是啊 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记住它呢 老师啊,有一个小口诀 叫张大嘴巴 啊 啊 啊 当然,你也可以用你的办法去记住它 比如再举个例子说,圆圆的脑袋扎小便 啊 啊 或者是我们生活中去看医生的时候啊 它会让我们张嘴,对不对 然后说啊 对吗 这个是啊 我们通过这个图片 通过它唱的这个歌来记住它 那接下来呀,我们来认识 下一个单韵母小朋友 下一个又会是谁呢 哎 图片中的那只公鸡,对不对 它也跟着小女孩唱了起来 它唱的呀 不是啊啊啊啊 它唱的是哦哦哦 哎 它打名也是这个声音哦哦哦哦 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二个单韵母 就和它的 打名的声音很像啊 你看 一个圆圆的圈啊 它打名是哦哦哦哦 那它的读音也是哦 跟着老师一起说好吗 哦 单韵母要读的又重又长又小两口 口心要保持不变啊 看着 哦哦哦哦 而且有没有发现 老师在说哦的时候 嘴巴是圆圆的 就像这个单韵母哦一样 比较圆啊 哦哦哦 很好啊 我们一起 那可以怎么样记住它呢 说嘴巴圆圆 哦哦哦 或者是说 公鸡打名或者公鸡唱歌 哦哦哦哦 都可以记住它 记住啊 单韵母的发音是 又重又长又响亮的 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刚才那个小女孩是 啊 这个公鸡是 哦 好的 接下来我们认识 下一个单韵母啊 下一个单韵母 是谁咧 嗯 啊 是那只在水中跳舞的白鹅 哎 你看它在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影子啊 它在水中的倒影啊 就非常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三个单韵母 读什么呢 读 呃 跟着老师一起说 呃 呃 你看老师在说呃的时候 口形是保持不变的 而且呢 是有点微笑的样子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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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读的又重又长又响亮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吗 像刚才啊哦一样老师有口诀 那同样呃也有 什么呢 是可以通过呃的倒影记住它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通过呃的倒影记住它 说的是呃的倒影 呃呃呃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大白鹅 呃呃呃 啊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前三个单韵母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那我们字中想一想 第一个是啊 第二个是哦 第三个是呃 第三个是呃的倒影 呃呃呃 好的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好吗 好的 首先从啊开始啊 啊的时候是张大嘴巴的 口形保持不变 啊 张大嘴巴 啊 啊 啊 我看到开心小朋友了 这个特别好啊 第二个是 哦 哦的时候是嘴巴圆圆 哦 哦 哦 这是嘴巴圆圆的 特别好 第三个是呃的倒影 呃呃 记住啊 它像呃的倒影啊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前三个单韵母 待会儿呢 我们要学习后三个单韵母 提音的四个声调 哪四个声调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声 这个是二声 这是三声 这个是四声 哎 韵母 每个韵母都有四个声调符号的帽子 而且啊 它每戴上一顶帽子 它的发音就发生了变化啊 每戴上一顶帽子 每戴上一顶不同的帽子 它的发音 独一就发生了变化 怎么变化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啊 老师来举例给你们说一下 哎 我们看 这是有路 一条路 然后有小汽车 对不对 那它的一声 韵母的一声啊 就像这个小汽车 在平坦的路上开着啊 一声的读音是平的 我们说啊 跟着老师说 跟着老师说 一声平 一声平 一声的读音是平平的 那接下来呀 它是二声 二声呢 就像这个小汽车 遇到了上坡 二声的读音是向上扬的 跟着老师说 二声扬 二声扬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一声和二声啊 一声的读音是平平的啊 像在平坦的小路上开汽车 二声是向上扬的 我们可以用肢体来做动作啊 用两只胳膊啊 一声平 二声是向上扬的啊 往上扬 那我们接下来看它的三声 三声啊 三声啊 就像一个小汽车啊 遇到了下坡 又上坡 哎 拐弯了 三声的读音是拐弯的啊 跟着老师一起说 三声拐弯啊 三声拐弯啊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 对不对 就像这个三声了 是不是 那它的四声呢 就像小汽车遇到了下坡 就是向下降的啊 叫四声降啊 五音是往下去的 叫四声降 那跟着老师一起说一下这个口诀 然后待会我们去一个一个的再看啊 一声平 跟着我一起说啊 一声平 二声阳 三声拐弯 四声降啊 一声 二声 但头也向上痒了 然后三声 四声 四声向下降 老师脑袋也低下去了 就是一声二声 三声四声 哎呀 老师说老师那我还是不明白 到底要怎么办呀 妈妈一个一个来操作啊 啊 开始举例来说明 哎 还记得我们刚才学的这个 三个呆育母啊 啊 你看他们每个都戴上了四顶帽子 哎 每戴上一顶帽子 读音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先从啊说起啊 啊 戴上了一声的帽子 就像在平坦的小路上开汽车读 啊 啊 跟着老师说读 啊 开汽车一声 啊 那他的哎 这个下一个啊 他戴了二声的帽子 二声啊 就像小汽车遇到了上坡 往上开 啊 哎 声音是向上扬的 啊 哎 啊 对不对 哎 哎 我们再往下看 哎呀戴上了他三声的帽子的时候 他就像下 这个小汽车啊 遇到了下坡 又上坡啊 拐弯了 是读啊 你看汽车这样 啊 跟着老师读啊 那啊戴上四声的帽子 就像小汽车遇到了下坡啊 对不对 啊 读四声 啊 一声 啊 跟着我一起说啊 二声 啊 三声 啊 四声 合在一起呢 他也是有规律的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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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一起说一遍好吗 叫 啊 啊 啊 那同样 哦 戴上这四顶帽子 他发音也是要这样子变化的啊 一声呢读 哦 二声呢读 哦 三声呢读 哦 四声读 哦 哎 四声是往下降的啊 跟着我一起说 连贯的说一下好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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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 同样 那我们看啊 相信我们知道了啊和哦 四个声调怎样读以外 怎样读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很好地知道 呃是怎样来发音的了 呃怎样发他的这个四个声调啊 一声读呃 一声平 二声向上阳读呃 呃 呃 三声拐弯了 读呃 呃 呃 四声呢向下降了 读呃 呃 呃 那连在一起我们来说一下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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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刚才说一共单语母有几个来着 有六个 啊 接下来呀 后三个单语母也想和大家见面咯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同样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幅图片啊 啊 这幅图片呢 不仅藏有我们要学习的三个单语母 还有 还藏有我们要学习的两个生母啊 啊 还藏有两个生母 待会我们就知道了是哪两个生母啊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幅图片啊 你看有树有房子有小河 哎 有衣服有乌龟有小鱼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描述一下这幅图片 啊 是啊 我觉得这个身后啊 这是小男孩的家 我感觉是小男孩的家啊 老师是这样描述这幅图片的 小男孩的家呀 住在小河边 哎 他家旁边呢 有两棵 绿油油的树 树上啊 刚好有一只乌鸦 乌鸦呀在望向远方 在看着远方 小男孩啊 把洗好的衣服啊 拿出来晾在这个晾衣杆上 于是呢 就趴到了小河边去玩 哎 趴到那里呀 看什么呢 看呀 有一只小鱼欢快的在跳着 哎 小鱼的身旁啊 还有一只乌龟 在慢慢的游 啊 那这是这样一幅图片 这幅图片呢 就藏有我们要学习的后三个单韵母 以及两个生母啊 那我们先来看 他藏有哪三个生母 哪三个单韵母呢 咦 还记得吗 还记得刚才 刚才那个小男孩把衣服晾在晾衣杆上 晾衣杆上 这个呀 就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单韵母 一有关 啊 我们看 这个 读一 啊 一 读一的时候牙齿对齐 牙齿对齐 我们一起说 一 一 一 细心的小朋友会发现 这个一呀 很像这个衣服上的这个扭扣和这个一的边边 对不对 是的 而且衣服的一 读音不就是一嘛 是不是 是一样的啊 好的 那我们看老师有什么办法 记住他呢 牙齿对齐 一 或者是 他是不是像一根手指上面加了一点 或者是 数字一上面加了一点 啊 所以他还是比较好记的 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说 一 一 哎 那韵母要读的又重又长又响亮啊 一 一 好的 峡齿对齐 一 一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 后两个小朋友 大韵母小朋友还想和我们见面呢 对不对 是谁了 好的 嘿 小鱼旁边那只小乌龟 对不对 他才高兴的游着 那这个呀 就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大韵母 呜 相关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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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想的口诀是小小乌龟 既能通过发音来记住这个乌 还能通过它这个图片记在脑海里 我们也知道了它是乌 我们再一起说一遍 小小乌龟 乌乌乌 乌乌乌 要记得单语母要读得又重又长又响亮 或者你也可以有其他的办法 开火车的时候乌乌 对不对 乌 这个是乌 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刚才那个 那它前面那个 小乌前面那个是谁呀 是乌 牙齿对齐 这个是乌 接下来呀 最后一个单语母 已经在我耳边告诉我了 他说他特别 着急的想要看到你们 一起去看吧 好的 是谁呢 是谁呢 是 原来是那条小鱼 对不对 你看 小鱼呀 这个形状 你看他跳起来就看还在吐泡泡 对不对 这个呀 就很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单语母 语 语 读得又重又长又响亮 口型要保持不变 读 语 好的 那细心的小朋友 会不会发现 这个不是乌上面加了两点吗 对不对 这是乌下面加了两点 它就变成了 鱼 你可以说小小鱼 鱼鱼鱼鱼 那你看老师是怎样写的 是乌上加点变成乌 乌上加点变成乌 跟着我一起说 乌 乌 乌 好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学的这三个大鱼母 一起来回顾一下 老师说 大鱼母都有四顶帽子 声调符号的帽子 那乌 乌 也同样有 我们一起看看 他们戴上 应该戴上这四顶帽子 怎么读 我们已经知道了 阿欧 带上四顶帽子怎么读 同样 乌 乌 戴上四顶帽子之后 也是那样的规则 一声平 二声羊 三声拐弯 四声降 我们首先来看 一 一最早是 一 上面加一点 但是它再加上声调 戴上帽子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一点去掉了 或者是把它给遮住了 明白吗 那一 加上一声的声调 读一 跟着老师一起说好吗 一声一 二声是向上扬的 读 一 对不对 三声呢 读 以 三声读 以 三声滚弯的 四声读 以 以 合起来就是 四个声调一起读是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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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通过 阿欧欧和 以 的读法 我们 小朋友 很聪明的就知道 吴和欲怎么读了啊 我们看 吴加上一声就是 吴 二声就是读 吴 二声读 吴 三声读 吴 四声读 吴 合在一起就是什么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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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声读 吴 三声读 吴 四声读 吴 合在一起就是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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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这是我们这几个 丹羽姆 丹羽姆家族的旅行呢 那到此就结束了啊 但是呢 我们还要一起去回顾一下啊 一起来 回顾一下 我们都拿学了哪三 哪六个丹羽姆啊 阿 欧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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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伊 吴 阿 同样别忘了 他们都有四顶帽子啊 那接下来呀 老师把他们的帽子的顺序打乱了 我们一起看看 我们还能不能很好地认识他们啊 咦 看 这六个丹羽姆啊 都戴上了帽子 但是他们戴的帽子不一样啊 我们首先看啊 戴的是二声的帽子啊 二声帽子是这样向上扬的 对不对 把他读 阿 读 阿 那我们再来看啊 小朋友也可以说啊 这是欧 带上了一声的帽子读 欧 对不对 是谁啦 一 一 在飙升掉的时候 那上面一点要去掉啊 他读二声 二声怎么说呢 向上扬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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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 这是欧 戴的是三声的帽子 拐弯了 对不对 读 五 五 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啊 他戴的是四声的帽子 小鱼戴的是四声的帽子 向下降 拐 玉 非常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 带玉母家族啊 玉母家族的旅行呢 暂时先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认识 圣母家族的小朋友了啊 圣母 看 圣母 也在等着我们 也是同样 欢迎着我们 圣母啊 今天啊 我们认识两个 他们啊 分别是谁呢 分别是我们刚刚学的 单玉母小一的妈妈 还有单玉母小姑的妈妈 我们先来看小一的妈妈是谁啊 我们先看这个大树 还记得老师刚才在讲 一乌一的时候 那幅图片里说 不仅藏有 玉母一乌一 还藏有两个生母啊 那个 河边的两棵树 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树 树 树 就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生母一啊 生母一 他还是读一啊 但是他是生母 老师先说一下 生母和孕母有什么区别 生母没有声调 他没有那四顶帽子 他没有四顶帽子 而且他的读音是又轻又短的 他不像单玉母 要读的又重又长又响亮 他读的轻短 比如说这个一 他就读一就好了 如果我们单玉母是读一 对不对 他直接读一 一 读的轻和短 那这个像什么 这个生母一是不是像这个树叉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像个树叉 一一一 像个树叉 一一一 记住了 他是生母一啊 虽然和玉母一读音都一样 但是他是生母一啊 生母一 好的 这是小一的妈妈 玉母小一的妈妈 大一 接下来呢 我们去认识一下 玉母小屋的妈妈 她会是谁呢 猜一猜 想一想 小男孩的家 看到这个屋顶啊 看到这个形状 就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生母 屋 生母 屋 看 是不是像他这个屋顶啊 对不对 像他这个屋顶啊 像他这个屋顶啊 好的 那老师给他的口诀是 像个屋顶 屋屋屋 对不对 而且读一也很像啊 读一也是一样的 屋顶的屋 屋顶屋屋屋屋 那这个是 玉母小屋的妈妈 她是玉母小屋的妈妈 那我们今天 生母呢 就学习两个 一个是一 一个是屋 刚才的这个一 还有 现在的这个屋啊 他们分别是 玉母小一的妈妈和 玉母小屋的妈妈 那 老师在最开始的时候说过了 我们已经 学了六个单玉母 对不对 那老师在最开始的时候说 要通过生母和玉母的 强强联合 也就是说 要生母和玉母在一起 才可以给我们 庞大的汉字 数量庞大的汉字 注音啊 给他们注音 那怎样去注音呢 我们举例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啊 记住 嗯 嗯 等你来一起看一下啊 玉母中 我们拿啊来举例啊 带玉母的啊来举例 那生母 我们只学了两个 一和乌来举例 好吧 那我们来进行拼读啊 我们来尝试一下 怎样给汉字注音呢 比如说这个字 变什么呢 我们来看它的读音啊 是什么 左边是我们刚刚学的 大一啊 生母一 右边是我们刚刚 最开始学习的 啊 而且这个啊 戴上了二声的帽子 读啊 啊 给一个字注音 或者是我们在拼的时候 需要生母和玉母 强强联合啊 合在一起 而且生母永远在前 认真听老师说 我们可以用手来 老师用手来举例啊 拿手 抵花着 生母永远在前 玉母永远在后 生母没有声调 玉母又声调 而且 生母要读的轻短 玉母要读的又重又长又响亮 所以他们在读的时候呢 是两个音 猛的一碰 生母读的轻 玉母读的重和响 猛的一碰 这个生母是一啊 拿这个字举例 玉母是啊的二声读啊 玉母是几声 我们就要读出它的几声啊 一啊 牙 合在一起 猛的 碰 两一相连猛一碰 我们就拼出来了 一啊 牙 跟老师一起说 一啊 牙 猛的一碰啊 这是牙 接下来我们再举例啊 再举例来说明 第二个 这个字念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拼音啊 它左边同样是一啊 生母永远在前 对不对 玉母永远在后 哎 这个是 啊 戴上了一声的帽子 啊 生母在前 玉母在后 两音相连 猛的一碰 猛的一碰 生母读的轻 玉母读的重 又响 一啊 压 压 压 对 一啊 压 这样子猛的一碰啊 我们就会把它拼出来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 哎 这个是谁呢 这是什么字呀 前面是 生母 后面是 玉母 阿的 二声读 阿 那生母在前要读的轻 玉母在后要读的重 然后呢 两音相连猛一碰 乌 娃 对不对 不阿 娃 什么娃呀 娃娃的娃 娃娃的娃 我们的布娃娃 就是这个 那我们看啊 通过生母和玉母 两个在一起 拼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给汉字读音 或者是我们能知道这个汉字读什么了 那老师在这里要强调一点 生母和玉母都不能单独给一个汉字 拼上拼音啊 都不能单独给汉字 拼上拼音 孕母也不能啊 生母和玉母都不可以 只有极少的孕母可以 但是我们暂且计为 生母和孕母都不能单独给汉字读音 需要合在一起 强强联合在一起啊 就像老师刚才举的这三个例子啊 需要拼在一起才能给汉字读音 明白了吗 那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都在认真听啊 也都明白了这里 那接下来呢 老师呢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 讲给你们一个小故事好吗 什么故事呢 听老师讲啊 看图 这三个是谁呀 伊乌鱼三个小朋友 伊乌鱼三个小朋友 他们直接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伊乌鱼三个小朋友啊 他们去公园玩 去玩了很久啊 迷路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然后呢大一妈妈啊 和大乌妈妈 老师刚开始说了啊 小一的妈妈是大一 就是生母大一 小乌的妈妈是生母大乌 大一和大乌妈妈呀 看我的孩子们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呀 那么你的妈妈就着急了 然后就去找他们了 找到这个公园 找到之后啊 大一和大乌妈妈就看到了小一和小乌啊 然后于是就牵着手 把他们带走了 小一呢 大一呢就牵起小一的手 准备带她回家 大乌妈妈呢就牵起小乌的手 也准备带她回家 这个时候啊 小鱼就哭了 你看 小鱼就两滴眼泪啊 就哭了 大一妈妈瞧见了呢 就想 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小鱼哭了呢 大一是个非常热心的妈妈 就来到小鱼的身旁 问小鱼啊 你为什么哭了呀 小鱼说呀 我没有妈妈 你看小乌 小一和小乌啊 都有妈妈 都被你们带走了 我没有妈妈 我没有人带着我回家 然后呢 哎呀大一妈妈听了就心疼了 对小鱼说 哎 你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把你的眼泪擦掉啊 把他上面的两滴眼泪擦掉啊 你擦掉 然后呢 我就带着你走 你就跟着我回家 以后我就当你的妈妈 然后你看 这个是小鱼 他上面那个两滴眼泪 没有了 他不哭了 从此以后 他有妈妈了 对不对 好的啊 那这样子呢 大一就牵着小鱼走了 大乌呢 牵着小乌走了 同时呢 大一妈妈也牵着小鱼的手走了啊 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小鱼啊 他是小鱼 他不是小鱼 因为小鱼有妈妈 小鱼呢 有了妈妈之后啊 他不哭了 明白了吗 他是鱼啊 那我们来看啊 那大一带着小鱼 还有小鱼 他们呢 就组成了一个整体认读音节一啊 这个是整体认读音节一 大一和小鱼呢 他去到两点之后啊 就组成了整体认读音节一 跟那老师一起说 整体认读音节一 整体认读音节一 我们仔细看呢 会发现 这个整体认读音节 也是生母和孕母组成的嘛 对不对 前面是生母 后面是孕母 对不对 是的 因为生母和孕母 都不能单独给汉字够音 但是有些字 却是和他们一样的音 怎么办呢 所以就组成了 整体认读音节 那整体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生母和孕母 他们两个在一起 作为一个整体 然后呢 看到他们就直接读 不需要拼 比如说大一和小一在一起 我们就直接读一 不需要拼 比如我们刚才在讲一和阿在一起的时候 要拼在一起读一阿压一阿压 但是整体认读音节呢 他不需要拼 我们看到他就直接读出来就好 大一和小一在一起 还读一阿 我们实际想他也拼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只能直接读了阿 一和一读一阿 还读一阿 那一和一读 一阿 一他们是整体认读音节 整体认读音节呢 他可以直接给汉字输音阿 好的我们再看 这是大一带着小一和小鱼组成的 接下来还有谁呢 不能忘了 大乌带着小乌组成了 整体认读音节 乌 他的读音 还读乌 还读乌 作为一个整体 不能拼 直接读 老师再强调一遍 好的 那我们跳到这里 老师来继续讲 我们说整体认读音节 是生母和育母组成的一个整体 不能拼直接读 那育母是有声调的 那他在和生母组成整体认读音节的时候 他也要带上这个声调 他也要带上这个声调 所以组成整体认读音节以后 他还是有四个音的 还是有四个音的 整体认读的音节 也要跟着孕母的声调变化而变化 我们来看 首先来看他读一 他作为一定要记得他整体直接读 是一个整体直接读一 他读在一声的时候 他读一 二声的时候向上扬读一 三声读 三声读 四声读 一声调都是这种规律 一一一一一一 好的 那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 这个是生母和育母组成的整体认读音节 孤 他直接读不能拼 直接读 呜 你看呜戴上了他这个帽子 读音也要跟着他发生变化 呜 一声呜 一声呜 这是一声的声调 二声呜 呜向上扬 头也是向上扬的 二声呜 三声读 五 三声是这样子的 五 四声读 呜 对不对 四声呜 那我们一起合在一起读 呜 五 五 五 那最后这一个我们再来看 它是谁和谁组成的呀 还记得吗 它是大一和小鱼在一起啊 小鱼擦掉的眼泪 他不再哭了啊 他不再哭了 所以它是鱼 千万要记得它是鱼 它可不是呜啊 因为呜有妈妈 呜有妈妈的 好 那大一和小鱼组成了整体认读音节 鱼 它的一声 五 鱼 二声读 鱼 三声读 鱼 四声读 鱼 那合起来 连贯的说就是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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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整体认读音节 啊 我们认识 整体认读音节 家族中的三个成员 分别是 一 鱼 鱼 啊 那整体认读音节啊 它是直接给汉字注音的 生母和育母呢 他们要拼在一起 才能给汉字标上拼音 整体认读音 是直接给汉字注音的 那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根据这个图片 根据这个表 我们来一起说一说 有哪些字会用到这些音节呢 老师来举例啊 你在那边也跟着老师一起说 好吗 比如说 一一什么一 数字一二三四五的一 就是这个啊 就是一 用它注音 一一什么一呢 书中哪个字是一呢 哎 一你在哪里啊 对不对 一或者是阿姨的一 一一 什么一呀 已经的以 可以的以 还有我们做的这个以字的以 对不对 哎 这些字啊都需要它来注音啊 以 这是以 那我们再来看 意 最后一个 意 意是什么呀 意思的意啊 意的意 意思的意 就需要这个来给那个字 那看过了 以之后 我们再来看 乌 乌 乌什么乌 乌云的乌 对不对 乌云的乌 还有二声是乌 什么乌呢 有一种是无人机 对不对 无人机的乌 啊 乌 三声是乌 什么乌啊 乌我 中午的我 午休的我 午睡的乌 对不对 这么多啊 字都是要用它来注音的 最后一个这个 乌 乌 什么乌啊 错误的乌 对不对 误会的乌 乌 乌 乌乌乌乌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这个 乌 再强调一下 它是大乙和小乌组成的 它不是乌 乌乌什么乌 乌泥的乌 乌泥 乌乌什么乌呀 小鱼儿的乌 对不对 鲨鱼的鱼 中鱼的鱼 那我们再来看 鱼乌什么鱼呀 下鱼的鱼啊 下鱼的鱼 中鱼大鱼小鱼 对不对 下鱼的鱼 那这个呢 是玉什么玉呀 玉米的玉 我们吃的玉米 还有呢 玉石的玉 都是这个玉 我们再整体来读一下 整体的读音节 一 一 以 以 一 汝 汝 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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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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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成员 今天呢 我们认识了 首先去了 孕母家族 认识了六个单孕母小朋友 对不对 然后呢 去到生母家族 认识了两个 大一和大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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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之后我们学了整体 认读音节 一 污 三个 整体认读音节 家族的成员 那到这儿呢 我们拼音 皇国的旅行就结束了 我们认识了三大家族的一些小朋友 我们整体在最后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去到了 学到了单孕母 哪几个 阿 欧 阿 伊 污 迂 这六个单孕母 老师再强调一下 单孕母只有六个 单孕母只有六个 我们在这次的旅行中 已经全部都认识了 接下来我们又去到了 生母家族 对不对 生母家族 我们首先认识了 伊和乌 我们最开始认识了伊和乌 它是小伊的妈妈 还有小乌的妈妈 大伊和大乌 那生母呢 没有声调 要读得又轻又短 育母是有声调的 有四顶声调的帽子 要读得又重又长又小了 最后呢 我们又去到了 整体认读音节家族 学习了三个整体认读音节 伊 乌 这个整体认读音节呀是 生母和育母组成的一个整体 不用拼 直接读 可以直接给汉字读音 它也拼不出来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 所学的内容 老师还有一点啊 再强调一下 单育母有四顶帽子 然后又 要读得又重又长又响亮 生母呢 没有帽子 要读得轻短 需要给汉字读音的时候 需要单育母和生母的强强联合 生母在前育母在后强强联合 才能给汉字读音 最后呢 整体认读音节呀 是生母和育母 组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整体 它呢 直接可以给汉字读音 明白了吗 好的 那今天呢 听网国旅行到这就结束了 丁家族啊 还有很多小伙伴 等着我们去认识 我们后面呢 继续学习 那今天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吗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来问我 都可以留言 非常感谢大家啊 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